汐止地区西湾路三段进去 因为都是山路 在之前也发生过好几次的摊坊 不过因为沿路都没有设里程牌 万一说发生事故的时候 要进行抢修时 就会难以确认位置定点 但地方民众是感到相当困扰 所以在接获了民众陈寗之后 25号这一天 市议员白佩如他就邀请了 相关单位人员来到现场进行会刊 并且要求要增设里程牌 就在西湾路三段 沿路都是山路 也发生过几次的小摊坊 只是要通报抢救 却马上遇到困难 因为沿路的里程牌 过了5公里这个禁区 一直到五指山上 就都没有里程牌 造成要通报意外发生的未知点 很难说明 从下面的5公里处 到上面大概有12公里的长度 完全都没有里程牌 那有时候这边 山坍塌或者是有什么事故的话 完全都没办法 在报的时候完全没办法知道是哪个地点 因为里长在反映就是我们五指山 比较靠山区的部分 时常会发生一些摊坊 所以里长希望就是相关单位能做一些里程牌 来明确这里的公里数 还让方便来救灾这方面 在接获陈琴之后 25号上午 议员白佩如服务处就邀请了市府交通局 公所等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因为过了5公里 一直到五指山上 还有好长的一段距离 没有里程牌也可能延误救灾 所以也要求改善 今天我们服务处也请来 就是相关单位来现场会刊 养工处这里也表示 就是在4月底会完成这些里程牌的设置 好方便一些日后的救灾方面 可能摊坊又或者是其他的意外 如果有里程牌很快的就能够交代位置 所以在会刊之后 也决定在往山上的沿路 增设里程牌解决问题 记者程慧玲细致采访报道